大家好,继续我们的移动打车APP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大纲 上一节课我们讲了获取车辆到达的一个时间 其实就是用距离,然后除以车的速度 然后算出来的这个到达我们所在位置的一个时间 今天我们实现车辆的一个切换功能 我们首先看一下效果图 那这是车辆切换 有人民优步,优步轿车 然后7座商务车点击 然后它会进行一个我们当前位置附近的一个 不同级别的一个车型的一个显示 我们主要完成这个界面 这个切换的页面 具体当前位置的一个车的具体位置呢 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根据复端返回的一个坐标 然后在地图上会制出这些 叫annotions 其实就是注释这些 好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 开始我们的代码 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添加相关的UI资源 把它用到的图形添加上 看一下我们的导航条 这里有一个我们原面这边图标 然后这边有一个优步的一个标志 把我们首页这一部分设置一下 然后最后第三部分 就是我们实现优薄这种车型切换的功能 好 开始我们的一个代码 我们首先运行一下 这是我们上次添加的附近车辆的一个移动 然后我们看一下呢 我们这边导航条上 这边要加一个跟Yuber类似的一个图标 然后这边加一个标题 Yuber的一个logo 好 我们找到我们的home page home page 然后这里边呢 这是WareFive home page这里边 我们看我们的图形添加 我们用到的图形 Navocation 然后这就是这个logo 然后这是这个用户 我们左边按钮 我们把它拷贝一下 这就是我们的 把这个去掉就行了 这是我们左边按钮的一个图标 然后设置导航栏的一个标题 CF的 还有GateItem的Title Viu 这个设置导航栏标题的 这个我们前面讲的两项目也已经讲过了 我们直接来设置 UI ImageView 然后Image 我们设一个Image 或者直接在这里写 UIImage Named 写上我们这个图标的这个名称 然后写上我们这个图标的这个名称 好 这样我们导航栏的一个设置就完成了 我们运行看一下效果 看这边有我们这个标志 然后这里边是优伯的一个logo 然后点击它 就是进行一个用户信息的一个展示 这是导航调的一个设置 我们下面我们添加下面这一部分 下面这一部分呢 在下一个课我们会讲到它其实是可以往上移动的 那我们直接建一个VU 在我们的资源文件上 我们拖一个VU出来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VU 把这个的高度呢 大概是80左右 80 然后其实它下面还有一部分我们 我们看一下我们下一个要讲的一个车辆信息 它其实是这么高 它可以往上移动 所以我们初日画的时候呢 我们就把它建好 大概有270的一个距离 270 上面是80 80 568减去 这里边 它具体的一个高度是568 这上面是80 568减去一个 我们可以计算一下 如果数据不好的话 我们就计算一下 减去8是 488 所以它的X坐标呢 是488 这样我们就计算好了 计算好了之后呢 我们为了区分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颜色 取一下色质 这个大概是 我应该取过了 248 应该是 是这个图形吧 就是这个颜色 然后呢 看一下这个是尺寸 568减去 80 然后我们在上面 添加我们的一个车辆切换的一个地图 小移民主义 看一下它的 设置双零 然后发誓 它要显示的一个背景图呢 其实就是我们 我们这里边的一个 这下面这个线有圆点的这个线 背景图我已经把它烤进来了 其实就是 包特姆 就是这张图 我这是截的 大家其实可以让美工 做出我们相应的这个尺寸的一个 把图出来 叫包特 啊 这就是这个背景 背景出来之后呢 其实它上面有一个 按钮 大家可以看 选择不同的这里面的这个按钮呢 它会有一个这种图标进行一个移动 所以我们 啊 这个图我已经烤出来了 就这个图 我们 添加 button 好 大概是这个位置 叫卡 button 我们添加其实就是 就是这四个图标 一个隐藏的 button 它没有一个 啊 默认是没有图的 然后 选中的时候呢 我们设置成它的一个 emage叫卡 button 就可以了 就可以把它去掉 也可以把它留着啊 留着一个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添加相应的一个 事件 还有我们用到的一些 啊 变量 我们可以加在这里 Ib glight 或 back 或者是包特 我用到的个 meo 然后 我们再设置 在这里可以相应的添加点击切换按钮的一个事件 tap cut或者是叫sweet cut切换 这里边我们就进行一个具体的切换点击事件 然后我们建立相应的关联 角度sweet cut 我们关联一下它的一个点击事件 这里边我们就将用我们处理切换成不同车型的时候的一个更新 我们地图的一个显示 好 这个我们 一定要仔细 再检查一遍 好 这样就完了 我们再把这个 为了方便我们下节课可能会讲到的一个点击之后呢 它会往上移动 好 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具体的一个切换 我写了一个类 叫fs fs button hyper 其实就是进行一个按钮的一个图的一个设置 我们先把代码写完 我再给大家具体讲一下 我定义一个变量 我 然后 btn hyper fs button bo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叫button hyper 这里边我没有 因为它是oc写的 以前我在objectc里写的一个button的帮助类 所以我们需要在桥接文件里边进行一个包含图键 import button h1rper.h 好 这样包含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直接来一个使用 这样我们看出来了 然后 在deadload的时候呢 我们进行一下初始化 把type 有一点卡 它再进行一个查找 好 初始化了之后 初始化了之后 我们在这个时间里怎么写呢 叫bdn type 叫normal 这里边 select 默认它是没有这个图片的 选中之后呢 就显示我们这个这里边设的一个 它button button 叫拼音机 然后设置完这个变量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调用 sit button 把这个 我们这里边应该有一个sender sender ui button sender传过来 然后由于我们改变了参数呢 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个 跟aib文件进行一个重新关联 看一下我们这里边 swip卡 看它就是加上带参数的 所以大家不要怕 要怕麻烦 还有就是我们 要提前想好我们的一个函数的一个定义 好 下完之后 我们先运行一下 看看有没有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计时器先关掉 这里边的timer 大家看这个bottom没出来 因为我们地图啊 它有个添加的一个层次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 这里边 把我们添加的 我们的一个bottom wheel 给把它放在前面 bring subwheel to front 然后我们的bo 然后是我们的bo 那看我们这下面就有了我们车辆切换的功能了 然后我们点然后点击的时候 看这里边它进行的切换 大家可以看它一上来 它其实是有一些把这个按钮有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默认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我们定一个一上来默认选中一个 我们的车辆 然后我们这里边不是有一个切换吗 我们默认的是 然后再按2点 Do Swift 把Swap卡Button 然后Fast卡 好 再把它关联上 Fast卡 好了 我们再运行一下 好 大家看上来默认是选中第一个 然后我再切换再切换 把它进行的一个车型的一个选择 一个切换 我们还可以把在这里边 它这里边更新的不行的更新位置 因为我们这里边有一个输出 位置更新的时候呢 我们在Map里边 Map里边不断的输出一些 调用我们这个信息 我们就先 可以把它屏蔽掉 这里边 Distance 然后 Current Distance 里面再输出一些信息 这是打印的一个日志 我们就给大家可以注视掉 然后我们看呢 接着讲我们的这个 先关掉 看这里边有一些 有这个人民诱布 我们还可以把标题加上 好 我们把它加上一个 这个叫人 人 人民 人民 幽布 我们改一下它的一个字号 这是人民幽布 然后下面还有一些 优选轿轿车 我们就 啊我们 大家可以再去改一下这个名称啊 你就不一一的改名称了 这里边叫高级轿车 优选轿轿车 选轿轿车 它进行的一个 切换的时候呢 有一个标题 再运行一下 按照Uber这种呢 它是你点击的时候 它的一个标题再往上移动 大家可以其实就是改变它的一个坐标 移的时候改变它的坐标 点它的时候再把这个坐标放下来 把它的坐标移上去 这就是一个坐标的一个变化 看我们这里边就有不同的这种轿车 改变它的字体颜色啊 大家还可以去再完善这个页面 好的 我们看一下我们再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 首先添加了相关的资源 然后把资源卡Button把我们的navigation bar设置了一下导航条 添加这个切换的按钮 把这个点击事件呢 是我们下个要讲的 然后我们还没有看一下这个Button hyper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 就是我们在做做的过程中呢 经常总结一些常用的类 方便我们下次呢 方便我们下次去使用 看它有一个当前这个参数 把我们的Button存起来 然后它的当前选中的一个图 然后默认的一张图 这几个参数我们没有用到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它代码就知道它的一个意思 然后调用这个函数的时候呢 它首先把我们上一次选中的这个Button 给了一个清空 没有选中的话 就是给它设定默认的一个图片 默认图片是空 所以它就没有不显示一个 刚才那个交车的图片了 然后当前选中的这个Button 然后设置它选中 然后yes的时候呢 就是select image select image select image我们设的参数 select image设的参数就是卡Button的偏近 卡Button的偏近呢 看一下我们的 卡Button的png就是我们把它搜一下 就是我们这里面的这个图 就是它选中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的一个按钮的一个图标 设置成这个了 这时就我们的Button hyper 主要完成这个功能 好的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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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